平川爱说电竞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精彩对抗 这一次他又在欧福遇到了职业选手 昨天我们刚刚介绍完FQQ遇见了Happy 这一次他又遇见了暗夜的顶尖选手Lolite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FQQ能否爆打职业选手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地图选择的是NI 北部主导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丝的人总IDFQQ 大Q神 大Q神这次旅游回来之后认真打魔兽 各种上欧福给自己加难度 接连遇见了好几位选手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暗夜精灵 Isert Fox 沙漠之湖 就是Lolite韩国的顶尖暗夜选手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Lolite这名选手出了名的喜欢整活 之前在一场比赛中 FQQ和Lolite还大战了三个回合 FQQ还赢了一小场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Lolite会不会整活 看英雄的话他感觉打得很常规 首发的是老陆 KOG 家里的话战争古术放在这 哇,这一局Lolite打得这么的常规吗 有点少见 好,FQQ是选择中立开 先造兵营,后造鸡弹 好,去侦查一下 看看Lolite这一局会不会整活 如果Lolite整活 FQQ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Lolite不整活 那是真的没有机会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小精灵 也是去侦查一下 FQQ第三个小房子再造 打暗夜精灵 FQQ的话如果是打前期 可能去选择辣家 或者是打一个中后期 选择听客 好,KOG的话已经开始练极了 FQQ的英雄暂时还没有选出来 这边看看掉一个什么装备 直接打了一个加5的攻击之爪 来,加5的攻击之爪 虽然说这里显示加4 但实际效果还是加5 主要是之前那个版本是加4 好,FQQ选择的还是 听客的一个手法 听客递经修补将 这个英雄的话 前期有一波拆架能力非常的强 暗夜精灵 只要防守不到位 很可能加就会被拆 好,Lolite的话 小精灵侦察到,嘿,原来你想开矿 好,KOG直接就往这边过来了 双线链级 然后KOG过来抓一下你开矿 这一波FQQ感觉很难打 对手这个侦察做的相当到位 好,打了一个雪牌 上来的话 第一时间想把你的口袋供出个清理 这样 好,装备的话 KOG差点过来抢 FQQ还是拿到了 这就是被强掉,难受 好,两个小树人 在这里混水摸鱼 FQQ的话 看看能不能追杀一下这个KOG KOG走了 也不来主控杀杀农民 居然没有他 好,还有很多小农民 无疑有这一波赶紧变成民兵 没有变成民兵 战斗能力就非常的弱 好,一个农民倒下 另外一边 FQQ选择反打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你去打我家 我也去打你家 好,这边的话 民兵也敲过来了 FQQ像是想T2吗 来 但一般的T2的话 这边Tinker要到2 但是这一局没办法 没有到2 那直接过来进攻 身上也没有粉 哎呀,没有买粉 那没有买粉 会被职员选手给秀残了 各种引伸 好,Tinker 这边KOG回来了 KOG回来 FQQ这一波的话 估计是要叫TP了 直接陷入了别人的一个陷阱里面去 口子给堵住 你想出都出不来 好,过来拆一下 这边的一个战争古术 罗里头还是很尊敬FQQ的 一看到FQQ过来 TR赶紧家里补两个战争古术 你拆一个 我再补一个 好,KQ名兵敲过来 直接想TR 那这一波TR的话 难度有点大 尤其是面对KOG这个英雄 KOG这个英雄家里 只要有井水 他可以疯狂的补解 好,Tinker扛不住了 FQQ选择的是TP 那这一波TP回去 哎,老雷特也是直接把战争古术 全部取消 然后升二本了 既然你TR不成功 那我就选择正常升科技 好,FQQ一般来说 TR失败 他会选择开矿 果然又是如此 家里的话 哎呦,赶紧临时报佛奖 造一个商店 补个状态 这一局Tinker很惨 到现在还没有到二 好,小精灵 侦查一下 我老雷特太懂FQQ了呀 过来侦查一下 果然 你又想开矿 是吧 那懂了呀 自己的话 练完分矿 直接到三级 然后单传过去 这一波FQQ分矿 好像也没有机会 Tinker能不能到二 能不能到二呀 对手都已经三级了 好,这里敲了一波 民兵过来 强势把这个 递进实验室给练完 练完之后 可以到二 家里的话 看看 还是没有去买份 买了鞋子 买了单传 这边KOG 直接单传过来 那FQQ这个分矿 没有机会了 这个强大的职业选手 哇 操作 还有大聚光 都非常完美 这边的话 想造一个伐木场 哎呀 感觉很难了 好 暗夜精灵 练完分矿 直接开 KOG的话 过来追杀一下 你不让你开矿 那FQQ这边练完 终于是到二级了 打了一个贵族托环 买了一个伐木机器人 FQQ好像再一次想欧应 一波TR不成功 我第二次再来TR 竹矿依然是没有造塔的 KOG这里边 三个小数人一招 那民兵赶紧敲起来 再不敲 甲就要没了 Tinker身上的话 有单传还有一个蓝牌 好 FQQ选择对拆 你拆我 我也拆你 这一次 我有一个伐木机器人 好 Tinker的话 赶紧过来进攻 那这边看看 Lolit这边杀能敏 这边杀了一个 好 小数人被民兵给干掉 民兵战斗的 你还是贼猛的 那KOG的话 单传CD暂时还没有好 FQQ已经过来进攻了 好 AC的数量也不少 现在有五个AC FQQ直接口袋工厂一人 来了 那KOG选择的是TP 确实这不能掉以轻性 慢一点回来 可能架就没了 好 这一波的话 Lolit很坏 关门打狗 上来直接把这个口子给关住 Tinker刚才的话 回程是用完的 那这一波 你最多用单船撤退 这边的部队估计要死了 战争 古术特意来关下门 AC过来往前冲 这一集 FQQ要被关门打狗了 难受 Tinker三级了 看看能不能躲在小圈圈里面 走 好 这边卡个位置 让KOG打不到自己 这里赶紧单船 赶紧单船 保一个英雄也行 好 想单船走 KOG直接一个缠绕 完了 单船被打断 那这一波FQQ全军覆没 Tinker倒下 这边小兵们 原来是掩护老大 结果老大还是被干掉 好 KOG神到了四级 把目击起来也纷纷倒下 那这一局FQQ难了呀 直接打出击击 我们恭喜Lolita 好 这一集的话可能时间太短 我们再做一场之前双方的一个交战情况 好 我们快速进入到第二场 这是FQQ两年前和Lolita在欧福天体的一场遭遇战 好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非常的相似啊 地图居然又是NI 北部主导 出身在地图 左下角是蓝色的人组 ID FQQ 打Q神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右上角 红色的不死族 ID Lolita 两年前 Lolita是用不死族和FQQ在天梯相遇 那Lolita这名选手啊 非常喜欢整魔 其他的种族啊 他也喜欢用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FQQ打职业选手的副族 效果如何啊 开局的话 Lolita这一边的话 我们看看选择哪个英雄 好 他选择的是 嘿 观众朋友们最爱的一个英雄啊 恐惧魔王 这个英雄玩起来也是蛮好玩的 那恐惧魔王这边造小狗 应该是开矿的一个打法了 好 不死族 Lolita用自己的副族 我们看一下FQQ FQQ的话是先造兵营 后造吉他 难道也要中立开吗 那中立开 人族又中立开 打这个不死族还是有点难的啊 我们看一下FQQ会不会再次选择 自己的本族英雄 一般的话 本族英雄应该就是选圣骑士山丘之类的啊 慢一点造 这边祭坛暂时没有去点亮 那这边去侦查一下 看看对手的一个开局啊 Lolita这边 我们看看家里的话 地动 Lolita加上商店 应该是狗流开 狗流派配合恐惧魔王啊 就是开矿的一个打法了 好 FQQ的话 哎 过来侦查一看 好 看见对手英雄了 对手选择的是恐惧魔王 那FQQ要不要选择自己的本族英雄 好 他最终还是选择圣骑士 圣骑士这个英雄啊 等级起来 给不死族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当然前提条件是英雄等级可以起来 恐惧魔王上来是直接卖TP 好 选择开矿的一个打法吧 好 没有低时间链分框啊 还是先把门口的这个332 给清理一下 那332清理掉 然后再起开矿 FQQ呢 英雄出来的比较慢 这样的话步兵的数量会比较多 他还是想选择中立开啊 但是中立开的话 嗯 没有想好选哪个英雄 目前的话 英雄已经造好了三分之二了 只要出来之前取消就行 这边的话已经有三个 我四个富特曼了 四个富特曼 哎 罗里特也是拉了一个骷髅器 侦查一下 看看对手有没有开矿 好 四个富特曼应该是放弃 选择中立英雄了啊 已经离开了这个酒馆 好 FQQ 民兵一敲 那五个民兵 来了 矿 还是要开的啊 对手的话 骷髅也是侦查到了 这小骷髅还卡位卡位 有点使坏啊 来 FQQ 练矿 你也练矿 这边看看 刚才打了一个贵族投还 那这里看看 打一个什么好的装备啊 好 双方双方当时用的是1.32版本 1.32版本 那个时候 贵族投魂的掉落概率还是非常的高啊 这边家里的话是直接开矿 FQQ应该也要开矿啊 这边打了一个指环加四 对手的话又打了一个雪牌 恐惧魔王 技能一技能是睡 二技能的话 吸血还是浮风 暂时还没有选择好啊 家里呢 前期所有的资源还是倾斜到分矿 嘿 稍微的有点尴尬啊 人口就能卡住了 人口卡住 农民的话得等一会儿才能造好 好 FQQ呢 继续练 圣骑士 把刚才的这个指环给卖了啊 老里头 恐惧魔王 现在是2.8级 马上到3级了 三级之后升个二级浮风 杀农民 游戏体验也是贼爽 这边单传已经好了 老里头玩这个英雄 玩这个种族 就是为了杀人做农民 游戏体验贼好贼好 好 FQQ的话 练完这个点 哎呀 练起来压力有点大 恐惧魔王 他绕过来了 这边双线 小狗双线练 练到3 三级之后 升个二级浮风 呵 这不巧了吗 来了 二级浮风 呜呀 一个波 完了 这一波FQQ 这个分框要被人家给掏空了 好 两根塔 马上要好 这边的话 继续杀农民 来 农民4三而开 不要聚成一坨 战成一条线 对方的浮风打得贼舒服 老里头还是比较省的 打不到呢 我就慢慢打 升级是好 上来直接一本骷髅书 哎 关门打狗 围住 呜呜 对手的话 一个浮风可以破口 二级浮风还是贼强 阿KQ又敲了一波民兵过来 这一波的话 小狗也过来了 恐惧魔王来完之后 小狗也过来 幸好艾菲哥防守 还是比较到位的 后面的话 福特曼也过来了 那福特曼走位要小心 对手就等你一条线 好 来 再来一波浮风 阿Bew 阿Bew 浮风 三个农民全倒 这第二波民兵也被干掉 老里头 你是真的坏啊 好恐惧魔王 能不能把他给打死 恐惧魔王有些 圣级是没有些 那追不到呀 哎呀 这 碗里的鸭子直接飞了 伤心 那另外一边的话 布斯族的分框 开得稳稳当当 FKQ 这敲了两波农民 都被干掉 难受 好 第三波又来了啊 接下来的话 FKQ得找机会 把有没有蓝牌呀 买一个 得先把英雄的状态给补好 圣级是三级之后 如果满蓝的话 杀恐惧魔王 还是比较好杀的 恐惧魔王这边 又拿了一个装备啊 刚才双线小狗 练的一个装备 这边看看 练一下低筋实验室 练到四级 后面看看 要买个飞艇 去杀对手的农民 FKQ的话 现在虽然说分框损失严重 好歹也是开出来了啊 开出来之后 多造点塔 把这个分框给稳住 竹框也稳住 只要我塔足够多 我就可以狗到后面 好 这一波的话 买了一个伐木机器人 看这里 六级的北极熊 可以钓一个什么好的道具啊 对手的话 现在恐惧魔王 家里现在状态不太好补啊 等自己的奥本好吧 现在不确实有点慢 好 FKQ的骷髅书 骷髅赶紧去侦查一下 这里打了一个回二戒指 还行 要是打一个一人面罩 就更加完美了 升级是 接下来要买鞋 买单船了 没有单船的话 后面骚扰起来 会比较的难受 这边恐惧魔王 打了一个抽篮棒 也还行啊 到时候可以把升级是的篮 给抽 给榨干 好 恐惧魔王升到了四级 要不要升个吸血啊 果然还是升个吸血 FKQ选择进攻了 这一波 等到我的进攻 节奏来了啊 对手家里的话 两根塔 两根塔 双垫先拆一拆 真空的话补个大目的 后面农民被杀 可以及时把农民给补回来 来 小农民要休了 升光来一下 第一时间的话 哇 第一时间直接把这个 升级是的篮给榨干了 升级是顶个无底 但是手速还是比对手慢啊 对手还是把这个篮给抽出来了 那现在升级是没有篮 追杀不了这个恐惧魔王 只能眼睁睁的 他再一次飞走 好 我们看一下 Lolito放了双地穴啊 双地穴包小狗嘛 难道想一波狗把FKQ给打穿 FKQ家里的话 赶紧补塔 赶紧补啊 这塔少了 后面科技狗一波被打穿 科技的话 不四足 二本已经升好了 FKQ的话 现在还是一本啊 好 二本升好 直接是升三本 Lolito难道要用狂狗 把FKQ给拆出去 现在有吸血在 确实用小狗用起来会比较的爽 那接下来FKQ 好 商店做好了啊 英雄有空赶紧回来补一补状态 补兰补好 后面杀对手的英雄 嘿 两个人相遇了 Lolito手速就是快啊 冰石烟把你睡了 那这一波又抽了一下 升级时 没有兰了 好 选择交TP 这 难受啊 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会就交一个TP 职业选手的操作 恐怖如斯啊 好 我们看看孔君王是不是又继续买一个装备 买了一个幻象权杖 幻象权杖 放几个幻象真的会能把FK给吓死 好 FKQ这边的话多少个啊 六个八个FUTMAN 状态一波继续练吧 先把英雄练到四级 有二级无敌 那这样给英雄发挥的空间比较长一点 Lolito是选择继续练 好 用幻象练级 确实小狗还是比较脆啊 用幻象练级 练完这个点的话 孔君魔王 那也是要四点三 四点四了 再练一两个点 到五级 五级之后升个三级浮风 突浓游戏体验会非常的不错 这边升到了四级 家里的话疯狂的补塔 好 FKQ终于是要升二本了啊 升二本 后面的话三本升好出坦克 是要把对手给拆出去 来 升骑士现在还得去买个单船啊 没有单船 那这样的话 跑起来比较慢一点 来 好像看见有股红色的部队 和自己家冲过去了 赶紧去 现在FKQ存了两千多块钱 好 疯狂造塔 疯狂造塔 来 孔金王过来一看 嘿 找点骷髅啊 我们看看 罗里特家里的话 好 本来是想抱狗的 看见你那么多塔 直接诅咒神殿啊 罗里特要用骷髅海来打了 骷髅海 根本不怕你的塔 你多少根塔 我都可以把他给掩面 这边 双线富特曼 练集 升级是4.1级了 哎 罗里特过来 练一下 FKQ的一个 445 544 打了一个 强击招环 强击招环的话 对远程单位 有一定的输出加成 好 飞艇他来了 飞艇加炸弹人 FKQ非常喜欢的一个节奏 我们看一下 这一套对职业选手 有没有用啊 上来 先用圣截式 吸引注意力 然后这个塔 哎 炸弹人 来了 好 呜 蹦 哇 这业选手的反应 是真的快啊 第一时间 拉小农民过来修 修住了 本来可以炸掉的 可惜被农民给修住了啊 这一波FKQ 效果的话一般般 好 恐惊魔王现在是4.8级了 FKQ 既然这个塔不能全炸了 我就杀你农民玩啊 身上净化药水一颗 哎 带着你绕圈圈 往这边走 我要平A一下 好 这个建筑学不是很完美 有个小窄口 恐惊魔王 能不能把这个升级式给留下来 升级式现在好 有飞艇 哎 我走了 可以 这个飞艇 保驾护皇 用的不错啊 FKQ的飞艇秀还是很厉害的 之前的话好像也是这张地图啊 他用飞艇秀了一波英飞 但是秀完之后 他就退出游戏 哪怕英飞各种后面反秀他一波 好 这边双线 打了一个恢复药水 升级是他不走了 又来 这一波把你睡了 我看你上不上飞艇 怎么办 单传无敌 可以 单传无敌 直接撤 回去补个状态不 现在科技情况 二本升好 直接是升三本了 好 三本一升 后面看看 出失救龙鹰的打法 失救龙鹰 这边恐惧魔王 4.8级 马上到5级了 骷髅法师已经开始安排了 角落车也开安排 角落车主要是提供尸体 另外的话 工程能力也贼强 后面骷髅法师招骷髅 盒子也有啊 补兰 那现在 罗里特发车已经准备好了 FKGO的话 升级是还没有到5级 必须得到5啊 到时候给恐惧魔王一点压力 让恐惧魔王没有那么安心的输出 自己呢 后面失救龙鹰 到时候把对方的车子给点掉 看一下FKGO后面的发挥如何啊 这一波的话 想过来把这个点个清理掉 点到5级 5级之后呢 后面 打对方英雄就比较好打了 但是罗里特 并没有给你时间直接进攻了 12分钟 罗里特 骷髅海来了 家里小狗也是拉了一波啊 狂狗已经升好了 这一波 罗里特67人口 FKGO的话是44人口 赶紧赶紧把这个点练完 练完之后 升级是单传CD 还有15秒 对手已经发车了 70人口 骷髅海大军 他来了 角落车 提供尸体 骷髅往前冲 这边角落车 可以过来拆拆建筑 好 听说你很多塔 1234567 7根塔 上来直接冲 有个吸血在 狂狗的话 挠一挠还能恢复一点血量 FKGO的话 家里开始量产龙鹰啊 一口气三个龙鹰同时造 这边孔军王五级了 五级之后 找个好方式 哇 三级腐风 农民飘飘 倒下一片 这一波FKGO给对手压力 但是你一个英雄杀 对手是将近歧视人口 有点扛不住啊 分框马上要轮现 FKGO这波龙鹰 憋了五个龙鹰 看看龙鹰 能偷袭一下 对方的一个车子 哎 孔军王打车子也是很猛 打这个 哎 打这个龙鹰也是很强的啊 呀 一发虎风 我全中 对一波点掉一个车子 哎 不能再点了 对方的骷髅法师也能对抗 龙鹰太脆太脆了啊 好 FU的分框 在骷髅海大军面前 都是指 另外一边 把对手的农民杀干了 但是 你杀他一个分框 有什么用啊 主换很危险 现在 FKGO圣骑士回来 补个状态 这Lolit很坏啊 给你的龙鹰上了一个 上了一个狂热 上个狂热 你攻击速度会增加 但是你凋血也会增加啊 好 这一波的话 Lolit 骷髅海大军 他又来了 70人口 恐惧魔王 5.9戒马上到6了 刚才的话 杀农民经验值 吃的贼爽 哎 小狗直接往前冲 现在步的太多 也是有点拉扯不过来了 好 这里龙鹰想偷袭 对方的一个车子 孔军魔王站好位置 骷髅法师 把龙鹰给干掉 这一波 FKGO龙鹰 晃对方的一个车子 只要对手没有车子啊 他的骷髅 就照不了多少了 好 孔军魔王也到6级了 这边龙鹰被上了个残位 跑得贼慢 孔军魔王6级 升了6级大招啊 FKGO怎么办 这边的话 骷髅已经开始 往前冲差建筑了 来 龙鹰 哎 又接了对方的一个车子 FKGO应对的已经很不错了啊 中间各种接对方的一个车子 车子一接 骷髅法师 没办法招骷髅啊 好 这边又有一个车子 来 把这个给点了 这一级 捞了它 如果带几个小农民 过来修一修 可能会更好啊 好 FKGO中间继续接对方的一个兵 哎 拖延一下你骷髅海成型的一个节奏 升骑士 也是升到了6级 好 6级 大战6级 这边的话 三级无敌 二级无敌 一顶 三级无敌 没有升大招 三级无敌 一顶 来杀对方的一个骷髅法师 把骷髅法师给干掉 刚才是把你个 角落车给干掉 慢慢的破解你这个骷髅海啊 好 骷髅的话 开始招了一些继续进攻 FKGO的话 龙鱼选择反打了 哎 把对方的分块给拆了 那这一波 这个有没有机会 但是罗里特 哦 后面的话 骷髅法师角落车 又来了两个 这个角落车一来 骷髅法师 马上要成型 龙鱼现在在对手的分块 好 那这一波 FKGO用龙鱼 打对方的车子 也是拖延了非常多的时间 现在两个六级英雄的对决 升级是身上有灰尘 这边 孔军王有个大雪 也不怕 大雪一吃 然后这边 交个TP 两个人浑成PK 一个交TP 一个交大雪 呜 这波一死雪 哎 又来一发腹风吧 吃了一个雪瓶赶紧走 吃了雪瓶 然后又吃了一个蓝瓶 看能不能反杀一下孔军魔王 另外一边 交肉车它又来了 交肉车一来 FK家里的话 基本上它已经没有了 没有它 后面没有什么掩护 不带好打了 这边孔军王就等你无敌 三级无敌时间 还是蛮长蛮长的 好 一个一个 把你的车子给敲了 敲了之后 让你招不了裤隆 孔军王 三 看一下孔军王还在等 心想 哎呀 这个无敌时间真是有点长啊 三级无敌 可不是闹展完的好 这里掐指一算 三级无敌时间差不多要到了 直接尾杀 听说你想单纯啊 一个睡 那睡完之后 FKQ还有后招吗 没有后招 FKQ打出了激进 我们再一次恭喜 Lolita 用富足 库罗海 淹没了FKQ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好